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华硕的XG27AQMR 它是一款2K27寸的300Hz的IPS电竞显示器 而是群创的面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XG27AQMR采用了ROG加速式的彩包设计 达它的包装配件包含了一个电源试配器 一条电源线,一条DP线,一条HDMI线,一条USB上行线 一份说明书,保修卡和一份校准报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校准报告 色域空间为sRGB,γ为2.2 测试的仪器为科美的CA310 色域容积达到了106% 平均色准值0.23% 最大色压值不到1% 这份报告的结果是很优秀的 但采样率偏低,我们还需要后面的实验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面工具安装的螺丝 支架载卡紧面板本体就算安装成功了 整体的安装便利性是不错的 外观方面,它和我们之前测试的XG32UQ是差不多的 整体采用了黑灰的配色 但背面硕大的ROG logo 由原本的镀隔装饰条换为了一体成型的工程塑料 观感和质感都有所下降 且不支持站立加倍的RGB 这是令人遗憾的 支架方面,它支持升降30度左右的水平旋转 以及单侧90度的垂直旋转 整体调拾的阻力感属于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接口方面,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两个HDMI接口 一个3.5mm的音频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和两个USB下行接口 没有配备Type-C接口 整体接口丰富度中等 接着我们来点亮它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屏幕中央会出现红色的ROG 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之后的D转感受 它整体的观感还算不错 发射比较偏素 通过仪器的测试 SRGB的容积达到了123.4% PPI为109 实际的字体显示和图标清晰度表现不错 像素点方面,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RGB垂直调状排列 像素形态是鱼鳞状 OSG菜单方面 依然是ROG家族式的设计风格 操作方式是背面的五项摇杆按键 同时,它还支持华硕官方的控制软件 进行色彩模式和基本功能的调节 我们来看一下菜单中的功能设置 首先是色温 通过仪器的测试 默认出厂为6200K 菜单中的色温选项 还提供了7500K、9300K两个选项 以及一个用户自定义的调节 另外,在不同的显示模式下 它的色温也有所不同 如图,大部分的色温在6500K左右 只有影院模式 实色为8783K 属于是高能色调 色域空间方面 它默认的是DCI-P3 菜单中还提供了SRGB的空间切换 在默认P3模式下 色域覆盖为89.7% 平均色温选1.19% 最大色温选4% 偏差较大的部分 主要由于绿色覆盖不足导致 SRGB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99.5% 平均色温选0.32% 最大色温选1.47% 这样的缩线和色准表现 都是非常出色的水平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中间紫色部分超过了350L 周围一圈淡紫色 在300-350L之间 边缘蓝色部分 在250L-300L之间 以国标25公格 生成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13.1% 表现属于是中等的水平 切换到色温模式 全屏色温在 6344K到6509K之间波动 紫色区域为6400K左右 视角的位置接近6500K 整体的色温均匀度表现是优秀的 切换到全屏黑场 它的亮度在0.2L到0.8L之间波动 右上角有一处漏光峰值 超过了0.7L 整体的漏光控制 属于是中等的水平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成像仪 生成雷达图 它的视角对比度 呈现IPS典型的实质型分布 红色区域属于是它的最佳视角 对比度超过了1000 最佳水平和抚养视角 都接近了30度 整体表现在IPS机型中 属于是中等的水平 频闪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在SDR状态下 它全程保持了DC的调光 但开启SDR之后 它具备混合调光机制 在225L以下的亮度 它是PWM调光 在225L以上的亮度 它是DC的调光 白点光谱测试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它的红光波段 有两个凸起的波峰 属于是KSF背光 蓝光波峰在457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0.09% 相对偏低 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A的规格 连接PC最高可以支持 2K 300Hz 10bit全范围输入 HDMI接口是2.0的规格 不支持FIL协议 也就是18G的带宽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 2K 14Hz 8bit的全范围输入 连接XBOSS Series X之后 它可以支持4K映射 但不支持4K 120Hz的游戏内容 4K 24Hz的视频内容和杜比世界 连接PS5 它可以支持到4K 60Hz 422颜色格式 并且可以支持2K 60Hz和2K 120Hz的 SDR和SDR内容 但不支持VR 使用MacBook Pro 16连接 在HDMI的直连下 它可以支持到2K 14Hz 支持SDR但不支持High DPI 使用Type-C转DP连接 可以支持2K 48Hz到240Hz的 可变刷新率 支持SDR不支持High DPI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 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4毫秒 4K 6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12毫秒 SDR性能方面 它通过了Display HDR600的认证 通过滚动球的测试 它具备8区的测入式背光 存在一定的光柱现象 SDR模式 它有三种 分别是控制台 HDR游戏和HDR电影模式 在控制台模式 它能达到最高的643L的峰值亮度 UTF曲线方面 在默认的控制台模式下 它的UTF曲线和标准的PQ非常贴合 唯一的区别就是在低亮度的情况下 它做了一定的黑切处理 也就是会裁掉低于0.2L以下的亮度信息 这主要由于IPS黑场亮度不够低 导致的 HDR游戏模式则在控制台模式的基础上 在70%的灰阶开始偏离PQ做滚降的处理 以此来保留更多的亮部细节 HDR电影模式则更加的保守 在60%的灰阶开始偏离PQ做滚降的处理 这使得这个模式可以提供更多的亮部细节 缺点是实景亮度偏低 HDR实景方面的测试 我们从松下的UB9000 加完美星球蓝光盘境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射度计生成尾色图 控制台模式的核心亮度最高为583L 其次是游戏模式553L 最低的是电影模式498L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色彩还原是比较出色的 岩石的暗部细节表现也算不错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射接过度平滑 没有出现明显的射接断层现象 整体的画面观感表现出色 HDR游戏体验 整体亮度观感表现不错 并且在对应的模式下 亮部细节还原的也不错 但暗部细节表现就相对一般 整体来看它的HDR表现 八分区的物理数字表现一般 但HDR亮度曲线和色彩优化表现得不错 整体HDR效果在HDR600的机型中 属于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游戏响应速度方面的表现 XGARCH AQMR原生支持300Hz的刷新率 在实际的测试中 300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响应速度方面 它有6个OD档位 分别是1-5级以及一个禁用档位 实际用仪器测试 禁用模式6.24毫秒 没有任何的过充现象 1级5.72毫秒 平均过充0.12% 最大过充为4.19% 2级5.33毫秒 平均过充0.24% 最大过充为7.18% 3级5.2毫秒 平均过充0.65% 4级4.82毫秒 平均过充2.66% 最大过充13.86% 5级4.69毫秒 平均过充7.63% 最大过充为24.33% 华硕在这6个档位的调校中 都没有出现明显的鬼影现象 最终我们以4.69毫秒的成绩 作为它的最快灰阶响应时间 从结果来看 它在快速液晶的IPS面板中 属于是比较优秀的水平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 在它最佳的OD档位下 BET为4.4毫秒 这个表现略超我们的预期 游戏功能线方面 它具备6个不同样式的准型 准型可以调节绿色和蓝色 但样式相对偏小 暗部调节方面 它有三级和一个动态调节 开启之后 画面暗部提升明显 并且没有明显的发挥现象 刷新率显示方面 它有数字和柱状图 两种样式呈现 支持49-300Hz的可变刷新率显示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内部的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理网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 主要包含了屏蔽罩和面板本体 屏蔽罩的下方是它的驱动板 主控芯片是瑞宇的RTD2738VW 和我们之前测试的 华硕PG27UQR属于是同系列 遗憾的是 它的HDMI接口并没有写入FIL协议 因此它并不支持HDMI 2.1 驱动板的左上方 有一颗DINOC的控制芯片 形容为AS382011 周围有8颗MOS管 从而控制8分区的测入式被光 USB接口处 有一颗瑞宇的USB3.0HUB芯片 形容为RTS5411T 用于实现显示器的USB上下型功能 面板贴质方面 形容为M2270KMA-EFB 这是一块群创2K300HzFAST IPS原装模组 原生8bit的射身 5毫秒的灰阶响应 SDR常规亮度350L SDR峰值亮度达到了600L以上 支持硬件低蓝光等特性 整体从拆机的部分来看 它的做工和用料 属于是中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它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式注标计算 差距而且AQMR达到了123.4%的SRGB容积 涉于天体榜排名第98名 SDR亮度方面实测为354L 亮度天体榜排名的102 表现中等 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1361.1 对比度天体榜排名第30名 表现优秀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移的测试 它的垂直和水平角度 在IPS中属于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格的白点测而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13.1% 均匀度天体榜排名第61名 表现中等 SDR单独设像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 643L SDR亮度天体榜排名第42名 SDR静态对比度实测为1323.1 SDR对比度天体榜排名第30名 分区背光方面 通过滚动球的测试 以拆机的环节我们可以确认 它拥有8区的测入式背光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试 其中最快的可用灰阶响应时间为4.69毫秒 灰阶响应速度天体榜排名第36名 表现不错 BT响应时间则为4.4毫秒 运动轻易度天体榜排名第6名 表现出色 好了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优缺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采用群唱EFB原装模组 原生300Hz 快速液晶面板 运动轻易度表现优秀 2.背光具备硬件低蓝光的特性 SDR模式下为DC调光 对眼镜的友好程度高 3.拥有不错的HDRUTF调校 HDR游戏实景观感表现不错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缺点 1.HDR接口没有FIL协议 无法发挥面板的全部性能 2.HDR模式下只有8区的测入设备光 分区较少 存在一定的光柱现象 3.开启HDR为混合调光 在低亮度下 会有918Hz的PWM调光频闪 虽然SVM值不高 但我们依然希望它是DC调光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华硕 XG2000AQMR的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们帮我们点赞 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